赵斌会向王润秋、江平道歉吗? 近日,关于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中 江平的成绩真实性的争议持续发酵 其中,北京大学硕士数学竞赛培训老师赵斌的质疑尤为引人注目 赵斌不仅质疑江平的成绩 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江平的成绩背后可能存在不正当手段 这一言论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 赵斌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江平的数学竞赛成绩上 他认为江平作为一个中专生 在如此高含金量的数学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背后可能得到了其老师王润秋的帮助 赵斌甚至声称 如果自己的质疑被证明是错误的 他愿意向江平道歉并赔偿高达200万元 然而,随着事件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证据和声音表明 赵斌的质疑可能站不住脚 首先,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组委会已经出面澄清 表示江平的成绩并没有违规 也没有要求他进行再次答题 其次,江平的学习过程和努力也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 他通过自学和持续努力 在数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此外,江平的专业背景虽然是服装设计 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数学领域展现出天赋和努力 在这场争议中 赵斌的言论无疑给江平和王润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然而,赵斌的质疑是否真的站得住脚 他的承诺是否会成为他未来行为的约束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从新闻的角度来看 赵斌的质疑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 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首先,作为一名数学竞赛培训老师 赵斌在质疑江平的成绩时 是否应该更加谨慎和理性 其次,赵斌的质疑是否真的出于学术严谨性的考量 还是另有他图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谈究 对于赵斌是否会向江平和王润秋道歉的问题 目前尚无定论 但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都应该尊重事实 尊重每一位参与者的努力和付出 同时,我们也希望这场争议能够引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促进学术界的公正和透明 在今日头条这个平台上 我们将持续关注此事的进展 并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和分析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争议 能够有一个公正合理的解决方式